老闆看看皮皮箱 好你看看 呦今天怎么行鲜 哎这个可以装上 多少钱 320 好嘞 龙丝卖给我 我给你原价的十倍 没有人 马上撤离 市场关闭 有没有 哎哎听不见我说话去吗 关闭哎老板 告诉给我你们两个 还不快滚 还没到避世的时间 心里什么让我离开 美女 知道江爷了 新男王 江几红 呦呦 江爷十年前就是在这个 海鲜市场发的家 虽然现在离开了 但是时长还是会回来 缅怀一下当年的争荣岁月 你二位在这儿 我怕会脏了他老人家的眼 他的 不用 没意思 因为江几红的眼睛 已经下落了 哈哈 好小子 直呼江爷大名在前 羞辱江爷在后 你小子火腻歪了 就算他江几红站在这里 我当面羞辱他又死了 这小子连关态都排好了 给我打 三分钟 什么 江几红 三分钟以内赶到监视 否则江家收到 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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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灵王 神灵王 老大 老大 的狗胆 叶江爷 我叹 你 你 江景和 十年前你赦刀一笔 我许你坐镇西南三省造福百姓 这就是你给我交代 属下该死 死到不必 再有夏季 江家收到 这也聪明 是 老板 下给我 先生 江景和的收到 贵先生 西南王 你告知您妻子 明天晚上将在海上皇宫 举行新闻发布会 郑罗臣的合同会在 各大世家和记者的鉴定下 签订 价值 五百 有了这份合同 楚家将在西南三省彻底站稳 迈入顶级家族序列 而楚小姐也将成为海上的一颗明珠 受万脸追捧 五年前我这言下午 深受重伤 幸得欣然所在 魏方龙脉在遭中之后 只得以普通龙的身份继续下去 这次上山痊愈归来 是时候该表明珠 还有 南省守护方心九 用线上九方龙尊 请您再演示刀战 嗯 让他一并送给我的妻子 老婆 我我正在菜市场给你买你最安心 不管你在哪 十分钟内赶回来 咱俩的事情也该有个留断 先生 开车送我回家 若初 你要找的男人出现 在哪 男手云丑 他的身份可是不简单的 马上给我安排明天的专机 送我去云城 云城 可是明天您还要参加 跨过姐高线的用战 你也知道 我早就想见见父亲 都安排的这个慧风夫了 你姐妈什么事赚着钱 哎 我姐没时间见你 赶紧把我做的钱 什么意思 还不明白吗 签了这个协议 你跟我姐的婚姻 到此为止 现在的我姐 你这样的废物根本配不上 我不配 没错 这五年我姐凭一己之力 将楚家带入冤奉 如今更是得将冤奉 独得镇龙城五百亿天价格 等明天发布会过后 我姐将会更终于 成为眼下炙手可热的一颗鸣枝 而你 只会趴在楚家身上 当一个贪得无度的晋升传 独家还没有变成动物 我都知道 你只要这么着急个东西 这是你不意思 还是你姐的意思 这重点 反正你解决什么 我姐没时间见你 她现在正在跟方家大龙 在海上皇宫约会 没时间搭理你 别乱乱乱 实相 你赶紧一千 你还能得到足够多的好处 若果 让你净身出祸 五年婚姻说散 总要给我一个 这就是你五年来的宿舍 你真的要把我对你子母亲的一点感情都撕碎了 五年的付出 只换了一点感情 洗衣做饭 这就是你五年来的宿舍 家人家的让人可笑 当年爷爷管你有钱 你资质 说你日后定会住厨家 登堂一家电火 现在看来 他真的是大错特子 这五年来 我在你的身上没有看到一点什么 爷爷他老人家慧眼神主 事到如今 你还是往死之迷补我 签了他 请你马上 从我的世界里消失 一切都是因为他 没错 正是在方大少的卧旋下 这能什么效果 才会落在我们初见的上 你 卧旋江锦 没错 那五百亿是江锦衡偿还的舍刀债 你敢贪我公 和小方家的下 娇爷贵为西南王 财力神后全是滔天 他老人家会欠你的舍刀债 笑话 叶春香 我知道离婚对你打枪很大 你如果对补偿不满意 可以提 我尽量会尽 你不懂 钱从来不是我所需 叶姬不配金凤凤 实话告诉你 我姐会同意 我可不会 就这些补偿 你爱要要不要就滚蛋 今天这会 必须离 你的意思是 我高胖了 当然 我姐谈的每一笔生意 都是数十上百亿 她是站在山顶上 看风景的人 而你 连坐在山下 当一个观众的资格都没有 你也是这么觉得 我 说得好 你我的确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只不过站在山顶上 是 楚家从濒临破产到崛起 除了 那是 你咱会要问谁 楚家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原来 跟你的关系 是 楚家那么多的项目 都是我自己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也太高看自己了 楚家当年濒临破产 如果不是我 是当人的身材 那些大公司会和你借下 我本想今晚告诉你我的事 现在看 你还比我吃吃鸡 四个 针龙当铁 你们自己说 这个我写一本钱 你真好 穿梭队了 面子是靠实力争取 打嘴炮 只剩四取七 自取七 你可知道 方家也是我的射刀鸡 胡说 五年前洗车行门口 你父亲射刀一笔 就我过命格改运式正阴阳 全族上下院做狐 有事为我所 至于 方家 也在我的一念之间 听起来 你还要做什么 什么什么 你太有人是吗 一夜照目不见 两斗三耳不闻雷 你们的瘾也只有八人让 我不想跟你多费口子 以后协议签 这两千万 你拿着 找个工作 脚踏实力的生活 钱对我们来说不成 我只拿走手 何必强撑面子 没钱 你在这个世界上 都不难行的 这个就不让你飞行 哎 这什么钱 放手 他以为离婚是我刺激 你不要负责心 你放心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不会和他计较 可是再有下次 你怎么这么好看 男神准复花生酒 奏酒帮尊总 攻破小姐 拿下五百米成功 方大少 你这是 起伏 竟然用这样的方式送品 你吃太饿了 爱了爱了 怎么搞的 我只是想跟楚心人玩玩 怎么连九方尊宝都送来了 男神首富方兴九 送九方尊宝 九龙青棚顶一只 萧河月下追寒信 梅萍一箭 黄桶鞭笔柱铭一切 梦虎九千一箭 清明上河土一副 萧翠白菜一剑 宣定运用 两天杯一对 来整五宿大公口 卡饼一美 初小姐 以待唱完请接收 九方 渐渐绝食 这些加起来不像五百亿啊 方少 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这刚离婚 还不想开心一段新闻 姐 这可是方大少的一片真心 你可不能辜负了 闭嘴 方少 你还是请您收 金长 你就收下吧 我方家送出去的东西 要是会退回 岂不是让天下所有人 好吧 等之后 见了方首富 我会亲自言明 到时候 请他老人家收回 九方尊宝 他不能收 这是方大少 送给我几个屁 我姐凭什么不能收 九方尊宝 镇九州于龙脉流传 渐渐 你解命格属 根本无法承受 实话道 我知道 你肯定是因为嫉妒 这是方兴解 你可能还不知道 方首富是方大少 一个固域 这也敢冒充 叶成笑 连我方家东西都感冒 你想死吗 想死 是 打开你一听 答案自为 天使 方家带大天师献上捡方尊宝 恭贺楚小姐获得500亿合同 大天师是谁 我 你 你就是一个废物 才敢冒充大天师 我奉献谢方风嘴玄学 和众多大师座 一定是他们算出了什么 刻意 严谨 有风尊宝 你收下 你家屁股 产生 疾病很端 说什么 我楚家势头正盛 就算是鬼祟也不敢造死 好严完全该死 楚家 好 等一下 你包裹里背的是什么东西 我自己的物件 你一个废物还能有自己的物件 肯定是偷了我姐的视频 打开让大家看看 你肥子 哟 偷了女儿的东西还这么硬气 你还算不算 整个楚家都入不了我的反应 更何况区区首饰 大言不惭 既然你问心无愧 为什么不敢让大家看看 好了 几个首饰也不是几个鞋 让他拿去 不行 凶贵就是凶贵 竟然把这几个菜刀当成包 菜刀 你可知将锦衡和帮行几贵 这些刀肉是流传出去的 那些达官贵 几破脑袋都想 你一伙大天师 一伙蛇刀人 是不是连你都不知道 还用哪个借口骗 即使蛇刀人 你也是大天师 得了吧你 你一个废物 如果真有真的 为何要入罪我处 当一个贪得物 也不废 多数明日镇龙城 向我的新闻发布会 大自会解析 先生请上车 先生您和楚小姐已经离婚 明天的发布会 要不要去想 不必 就当是和楚家做最后的通知 对了 通知将来 明天的新闻发布会 绕着 是 姐 要不咱们先去医院吧 你的身体肯定撑不下来呀 不行 这是楚家 彻底崛起的筋 我绝不能缺席 发布会马上就开始了 进去 姐 来了好多人呀 等够了今晚 咱们楚家真的要要命眼下了 你看 那三位分别是南省的周星龙 大人生的王显汉和贵省的张文 他们可是西南三省的执政人 只手遮天的人 仅次于西南王 我知道 跟随西南王 与人前日子村里 立下复合战功 走 我带你 你能帮我引进这种大人物 再怎么说 我父亲也是南省的首富 和执政军多有生意吧 这点面子 他们还是会给你 姐 看谁 谢承笑 他怎么 你来干什么 我说过 今天的新闻发布 所有答案中间最新 你是不是为了报复我姐和你离婚 故意想在这个发布会上搞黄签约 谢承笑 这就是你来这里的路地 谢承笑的就是我告诉你 两千万里先说 说个数 你 行 家门关 钱对我来说只是个数字 多少你都不走 是啊 这个 贪得无厌 我也不受 我不想再跟这样的人有任何见证 如果能买来我的清净 这个钱 不愿意 钱对你来说成 很重要 可让你在金钱和佛墓之间选择一个 你昨日一夜多梦到寒 今天精神萎靡不振 体虚无力对不对 你解的病就是你 我已经提醒了 九方尊宝 你们楚家 独义人有能力压制 不说霸道 现在只是开始 再不把九方尊宝请走 楚家上下 有胡宁日装神弄 来人 这个狗东西 当众宣扬迷信 骚扰他人 赶紧把他养住 快离开吧 再晚 决议发不可收拾了 我离开 你问问将决 这场新闻发 还能看得下去 你竟然敢勾然 挑衅西南王的鱼 我是该夸你勇气可嘉呢 那是该生意之一 谢神叫你疯了 西南王身份如此尊贵 你怎么能征服其名 谁在大声喧哗 我老妈 郑统领 此子纠缠 武士集团 楚心燃 还公然侮辱西南王的声誉 我正准备 让人把他扔出去 原来是方公子 是是是 你是楚总 新人见过周同龄 哎可不敢 西南王有令 今晚谁敢骚扰楚总 让人勾不及楚总 送出障碍 说吧 怎么死 我的生死 你还没资格去 有意思 加上我穿手王显犯 原也不够 真是有意思 如果他两个不够的话 那我们三大同龄一起 够吗 差人 叶晨笑你别胡闹 三位同龄会下 执政军百万精锐 战功无数 随便一些话 就能决定你的生死 你非要拿头去 这种东西吗 那是 那请给他们道歉 就这么能原谅 我说了 他没机 那要再加上我方家呢 你方家也 在 我 射刀手 方 你 一言就能断 一族的生死 好生歹毒 断起双手 放出去 无论黑白不分时 还想打断我这哥们 江老狗就是这么叫你 放肆 西南王 你跪下 他老人家磕头认罪 我敢跪 你犯了江郎 他敢受我们是死的东西 敢惹西南王 乱起坚果 看着他的骨头 有多硬 住手 一夜障碍 你问可知他是谁 羞辱西南王 骚扰楚小姐 大闹发布会 最无可赦 你是要报他 最无可赦的是方家 你的意思是 方家的生死 方家 没错 笑话 我方家五年内 资产托佣千万亿 位列南省首富 家族更是争争日上 又得西南王看重 放眼言下 除了上面几位大人 谁能定我方家生死 难道 就凭这个费 啊 他妈的敢打我 一个将要断了生路 方子 哪里就能 也只笑 不如过美 还要笑出的样子 是那个人错 某年的夫人 在你处心人 我就是个可笑的小丑 没错 好 那今晚我更要卖力的表演 才能让你这个活着 清涵 是 看路今天晚上那里飞 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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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君 就拦住他 放肆 任君 拦住他 我 大宗师 闸头 河门河外 石城何人 你 不配置 纵然你是武道宗师 也没有资格闹着发布会 西南王的威名 不是你能触碰的 我走 行路 大胆 猜的中央位置 西南王的 胆胆坐下 今天 必死无疑 就算有武道通师父女 西南三属 也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你射的什么东西 给我滚下来 逃死 是不是 现在我已经坐下 说 你们想让我怎么死 放肆 这是在挑线西南王的权利吗 叶沉湘 你快下来 这个位置你做不到 你是要惹下天上的麻烦 姐 你管他死活干啥 得罪了西南王 天涯海角 他也难逃一死 西南王 冷静 那是当然 西南王掌管西南三省 手下保护亿万百姓 他并不太满意了 姐 你在乎的根本不是我无法 而是今天晚上的五百姓的 没错 那五百姓对我们死在至关重要 方向你赞到西南王知道 你的命也不保啊 还真是财脱迷人心 你为了一颗小树 放弃了一片大色 至于我的命 五金严王不来烧 三斤哪个敢动我 你太天真了 西南王的能量 你无法想象 行了行 别在这个蠢货身上浪费时间了 他就是故意暴露 想毁掉这个发布 毁掉发布会 你一分钱都拿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也 换了 恨人之言你又追剧上阵 在 我是不是连一个路上 没错 是神弄人 他们还知道疼疼 而你 你出现这种 想了一个悲人了 悲 我自认为储家这五年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哪怕离婚了 我要给你相应的补偿 你呢 什么时候能像真正的男人一样活着呢 放弃 储家竟敢如此无礼 是想要被灭门 好大的威风 叶辰响 你打算一直躲在一个女人身后寻求庇佑吗 我 被她 没错 事到如今 你们还是一眼照顾不识的争论 真是愚蠢之计 愚蠢的人是你 得罪西南三省他家族 挑衅西南王 你是想让我整个储家为你陪葬吗 说到底 你还是为了主 与春夏 你 我的狗东西 竟然如此荒语 竟然还敢摸灭他 我都要看看你 你得罪了三大同王 当众挑衅西南王 谁还能护你 我再说一遍 西南王的位主一个人可以 只要我想 一条狗 都可以坐在他的 他竟然侮辱西南王是狗 疯了疯了 西南王长西南三省十余年 竟然有人敢当众挑战头两家的权威 先生 你看到了 这个家 木工一切不知死 今夜 难逃一死 朱小姐 当断则断 这种废物 不值得你去通行 是 楚家再跟他有任何牵扯 西南王一旦割离 这条新闻发布会 怕是要取消了 做事最急犹犹豫豫 若不果断解决 他会一直纠缠于你 可 姐姐 还可什么呀 这个废物搅黄了发布会 让我楚家在眼下颜面济世 对于这样的人 你有什么好犹豫的 叶辰湘 楚家是我一手打造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把他拖入深渊 从今往后 你所做之事 与我楚家再无半点瓜葛 你们 随意 现在连新人都放弃你 你认为就凭他 能护不住你啊 五年前 你父亲舍刀一马 改方家气 为的就是能让你有好的生活 现在看 方家不配这一气 少来了 故弄玄虚 既是玄虚 方家 凶刀 解口断生死 神算定乾坤 凶凶极恶者 收到斩鸡根 方家 接刀令 去 装神 大家别害怕 天上说了 这都是骗人的吧 信 十分钟 只能够用尽小 偷什么年代了 还用这种小把戏骗人呢 大家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这种小手段 怎么能骗得了别人呢 没错 诗相呢 赶快滚下来 跪在这人面前磕头 待会上兄弟们给你留一个全尸 谢诗相 你快下来磕头给大家认个错 我会尽量抱歉你的性命的 不必 先生 这种垃圾 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留给你得意的时间 才生气 哈哈哈哈 叶先生答应我 再续方家 五年设刀载 方家定能再上一个台阶 哈哈哈哈 你那个儿子可要严压管教 收到人 严出发随 得罪了叶先生 你方家 必然会被收到 方星九 十分钟内滚到发布会现场 否则方家 否则方家 受到 出 快 快准备车辆 发布会现场 七分钟 不好意思 留给你的时间 不多了 三大统领张银虎宣布断旗生路 三大统领同领男生守护同时抛力 你长得难活了 我船上柳家愿意追随断旗生路 黄沙此时断旗生路 黄沙此时断旗生路 叶神笑 你现在已经犯了重怒 现在又有我和三大统领一起断旗生路 眼下的群雾 有我和三大统 方少 这么对他是不是太残忍了心 先生 这种人必须斩草出根 不然留下来必是后患无穷 叶神笑 你一人牵连九属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一群乌合之中 也配盗火生路 凤沙令一出 西南三省全局 没一个人敢用 哪怕你去要饭 都没人敢给你一个蛮脑 你只能被活活饿死 这就是你最后的结果 方兴九能有你这样的儿子 方家何仇不灭 方家何身灭 我不知道 但是今天 你必须死 三分钟 留给你的时间 只剩下三分钟 叶神笑 事到如今 你还如此致命不悟 你要死成人面子到什么时候 等到西南王出现 结了你的真面目 你才干净吗 等西南王和我父亲 我到时候要看看 你怎么自圆去说 两分钟 死了 死了 他发布会签电话 就马上转 现在 那一刻 马上 起来 既然 大可不必 时间一到 必然 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一分钟 你的生命 开始进入到底市 谢陈香 你真是我要吗 我可就要的 是一个主角 三大同僚双王无道 咱们就让他多活一 看看他到底能搞什么鬼 姐姐 为什么要走啊 今天的发布会你可是主角 搞东西 实在到了 我看 还有什么话可说 来 全虚 四大同僚 动手吧 西南王江景腾 南省守护方新九道 走 西南王江景腾 南省守护方新九道 走 父亲 西南王 和我父亲 走了 夜山啸 准备等死了 让我死 那我是不依赖 你牙尖嘴里的家伙 我看你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这次你那么多 夜山啸 西南王 你 你把你最后一次收获的机会 都已经浪费了 那是他们两个的机会 四大王 你还是无死 狂猛的 你可知道 西南王和九亿 都站在西南三世的底关 是你一辈子 阳王的存在 江家和方家 都已经说到而行 而楚家 也因为他们的支持而分析 你睁大你的眼睛 看清楚 在你眼里的废物 是怎样的主宰 江景横方新九 五下参见西南王 起来回话 你们刚才在干什么 我一个小子 崔贤 楚小姐本色 一直纠缠不休 我们正在全力解决 你们还真雷厉风行啊 晚辈方世明 拜训西南王 不说西南 怎么会和西南王 你来说 是谁纠缠楚小姐 是楚小姐的前夫 一个招摇撞骗的神棍 什么 你说是谁 就是 就是 一个招摇撞骗的神棍 大人放心 马上就把他赶出去 你 你 你知道你得起了谁吗 你 江景横方新九 叶先生 叶先生 你做标干什么 搞东西 在这儿还敢吃乎西南王 跟我 进来 这有事吗 咱们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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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自身的保陪我出界 在现在没得到这些残疑了 西南王江景衡 乃什么首富高兴九 白杰叶先生 白杰叶先生 他说什么英明师说的废 方兴九 你真是生了一个好的儿子 跳长脚就跳到我的头上来 还扬言要在西南三十段 你搞我威风啊 这都是手下教子不严 琼先生 凌方 不是 他就是一个 出家的坠婿 一个废物而已 手下说你给我跪下 我不 他就是一个废物 一个混质等死了五年 被天气抛弃的废物而已 别这么用 你 你想让你的女神 让方家 赶紧去洗肥脏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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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兴九 当年我许你 射刀斩人体 但有一言在心 你可还记得 哦 我们方家 愿意交出全部资产 也愿意 请先生给我们方家留一条生了 若 在你儿子要封杀我的事 已经封死了 方家射刀课 违背射刀誓 今日收到 方家 出名 军航 收到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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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哦 哎呀 我射到为你 你去亲手把我方家回到万劫复复的地步 老老师我擦死你不可哎呀不是我没有这哎呀 好一幕粉丝自小啊 累死了 不不不不不 不要 啊 梁瑾鸥 你执政西南三省受一万人精了 三位大统领对你更是言听计划 不问缘有就要赞我 乱咱 霸道之急啊 手下直军入眼 冲撞了先生 还请先生责罚 惩罚的事情稍后再说 现在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口中的废物 这就是你放弃的骗子 我说楚家的每个校 都有五代和九方尊 我说镇龙城五百亿和九方尊 是将其和二人的谱子 我说西南王的位置我一人可定 只要我愿 一条口都可以 我说五经阎王不来收 三经哪个敢动 现在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重要 重要吗 如果你告诉我 事情完全是另外一种结果 楚心然 如果今天不是将紧横前来求见 如果不是方家被收到 你可以相信我说的 可你在楚家混吃等死五年 没有表现出哪怕一点过人的天赋 现在反过来指责我姐 叶春小平 到底有没有一个男人的担当 闭嘴 你敢打我 若非神圣 你杀 够了 叶先生 你和楚小姐已经立会了 你看 今天的这个新发布 今天的发布会 我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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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年我在出现付出了我全部的心血 这项目都是我靠实力挣起来的 真能说这个项目对我至乖重要 不能几句话就把我的努力全都取消了呀 实力 陆小姐 陆小姐 你未免太高看你自己 西南王 五年前 先生伸收重商位置 当时郑红主家破产队 他用射刀人的身份暗中帮助 可惜啊 五年的真心付出和无法 却只换来了一张 西南西 现在 我以西南三省执政的身份宣布 取消 算 算了 你就不信 这份河头 就要求你 却只想 我 不用解释 休得休息 就当是了却我 最后的情况 好了 正式解决完了 赶紧 叶先生 其实我们也是受方志明的话蒙蔽 才会产生错误的判断 蒙蔽 不错 都是方家那小子 楼言获重 才会让我们暴犯了叶先生 你们也跟他一样 叶先生 刚才多有得罪啊 这样吧 你有什么需求尽管提 我们三个人都满足你 三位道歉的诚意 我尽收眼里 可我为什么要答应 可我为什么要答应 叶先生 这话是什么意思 自灭意思 将警合 来 把这三位大同学 拉去正面的自己 叶先生 你这个玩笑是不是开的有点衣服啊 这不是问题 叶先生 香车 美女 珠宝 古丸自画 我都可以给你 甚至我张家的所有财产 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这镇龙玉是不是 有点过了 生路已给 你们自行 叶先生 震龙玉 乃是震龙大天师所见 里面布置着震龙大天师的高深更好 有什么问题 问题可大了去了 有谁不知道 任龙玉 进去之后就是九死一生啊 先生 您没有断我的后路 但却处处在断我的后路啊 您这么做啊 就不怕惹中路吧 张营虎 执政局 隶属于最高统帅部 就连您都没有资格剥夺我的职位 他却大言不惭 今天再要看一看 你怎么高啊 张营虎 是不是知道你在跟谁说 我管他是谁 要送我去震龙玉 受那非人般的折磨 绝不可能 在场的各位 都站在三省云端之上 聪慧精明的存在 难道你们还看不出死人 为人心狠手辣不留情面 你们若在隔岸关火的话 下一秒 狗刀将看上你们头上 张兄弟说的对 刚刚可不止我们三个人惹了他 各大世家经营西南三省多年 一个毫无建树之人 竟然要断我们的后路 张家第一个不答应 答应吗 我洪家不答应 我洛家不答应 洛家也不答应 洛家也不答应 刘家不答应 西南王为了三省安定 将其驱逐 西南将其驱逐 将其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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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是怎么义工吗 西南王 您为何要为一个身份不明之人 得罪我们三五世家 无声次 没错 我不管你是谁 利用什么样的办法 得到了西南王的器重 那是你的本事 但是今天 我们三大世家 一同发力的话 你小时候是没有胜算 你确定 我纵横执政军二十余年 一步一步踏上一省大统领的高位 而你 一旦没有了西南王坐镇 你演个屁 我不是 谁给你自己 清河 在 公知下去 五分钟之内 张家破产 张 撤绝 是 叶先生 恐怕是有点高看自己 没有最高通帅部的命令 就算是西南王 也无法撼动我的位置 是你太低估叶先生 原本让你去镇龙域反省 给你张家有一线生机 可惜 你去亲手葬送 张家 完了 我西南各大统帅 三省各大家族 还比不过他一个叶先生啊 周家 王家 愿与张总领公生死 好啊 既然三大统领这么起行 那就 都送去这 是 叶先生 震龙域 震龙域 可是震龙大天师 所创 怎么 你还想替他老人家做主不成 我看 他就是虚张声势 是 靠着未知的手段 欺骗了西南王和方家 想让我党忌惮 够了 你再挑衅叶先生 你们是要把 成为了西南三省 拖入地狱吗 是你 你作为西南王 联合他人 为了西南各大家族 即使打压摧残 我作为执政军统帅 我绝不允许 绝不允许 对 绝不允许 张平虎 我男的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大大同理啊 现在开始 准备撤职 买乖听内委的话 你老子 混进镇龙玉 是是是 什么 喂大同理大同理 你究竟是谁 先生的身份 你们 你会知道 行 大同理怎么说 大同理说 没撤职了 然后让我们 去镇龙玉 是吧 我林若初的男人 想要送人去镇龙玉 很难吗 我帝今林家未来的准女婿 这样的身份 够不 我林家 林家第一家族 家族子都 连不各行各业 君政两界 又有顶级大脑作战 经历几千年王朝更迭 而一例不讨 真正复可 敌国的存在啊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 喊上帝京林家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没什么不可能的 叶先生 就是林家的 清选龙玉 你是 帝京林家 你若初 叶家的奢刀客 也是你的 未婚妻 且 他竟然背着你整 只是他的心情 我已经把他摸掉你 我知道了 怪你了 还会 持定心的王 还会轻易的把我们拔直 让我们去镇龙区 是我错了 从下张银虎 愿心甘情愿 进镇龙玉 但请您高抬贵手 给我们张家 有个活动 念在你们镇边有过 又无什么巨大王子 法嫂镇龙玉一年 一年之后 三省统领 还有你们继续担任 但再有下次 就和方家一样 世间出面 谢叶先生 其他人 品行端正者可饶 违法案成 以言下法律言处 叶先生 属下一定办出 现在该谈谈我们的事情了吧 这里人多草杂 不如我们找个幽静的地方 彻夜促膝长谈辱 家人邀约受情难却 烦情难 你还要不为何人 我就不为何人 谈谈改叶 你怎么还要 我让你很担心 我让你说 你怎么在哪里 你才能播 你这就会 你怎么会 你怎么想 我可从未听说过哪个蛇刀客 是我的勇气 这龙刀 这把刀早在你手上 二十年前 爷爷路过林家 老太君猎其兴起 蛇刀一笔 并承诺二十年后 林家若成为眼下第一大家族 便将我许配给你 绝不返回 如今 二十年蛇刀气已到 这龙刀乃是蛇刀文的象征 二十年前我只知道它消失了 却没曾想还有这等位缘 你一看便知 婚约 我跟你的 不错 其中内情是一件事 一看就能及了 你也知道 我刚体患了 我不在乎 准确地说 你我只是娃娃姐 而且从未见过面 更别提感情基础 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这是林家的至尊黑卡 只此一张 全球范围内 林家产业皆可使用 此卡一出 林家旗下的所有资源 全都有你要 所以 这只是我的一点诚意 后天晚上海上皇宫 请叶先生和我共进晚餐 这是我们 尊敬感情的第一步 这个提议不错 卡我就先说着 那 后天晚上 林家旗下的海上皇宫 今后叶先生 我就说吧 你这个未婚夫 可是很不简单呢 希望真的能如老太君所言 他是林家的天选龙婿 姐 时间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不了 真能成这个项目 急进过着才拿下 我一定要将它原本为 可是你的身体 无妨 你好 你 你说什么 姐姐 这位递经来的林女士 可不像他表现的这么如初无憾 希望爷爷这个老顽童在公司上 能够正式一点 小子 我夜观天象 与姻缘献赏会有一节 特赦到一柄给林家 一起就是林家丫头 林若初 此女聪慧品行极佳 而且你们两个八字相合 天生相配 这老神官 看来紫为新术 我觉得也会记得 有镇龙刀为正 天地为剑 若是违背 永世不举 我去 这老家伙也太狠了吧 干这么诅咒你村子 那岂不是说 这桩婚事 退不了 你看到新的一年后 岩下人脉 江湖有外移 见此禁忆 镇龙殿 群龙无首 你作为大大师 有江湖起责任 林若初 可助于一臂之力 虽然依旧不靠 可还是一如今 刀飞刀 铁飞铁 二十年后 迷自己 沉归沉 土归土 人之土转 土一之人 不得天机 修行人 执迷不悟 是吃人 老伙计 咱们又见面了 队长 老天师真是厉害 二十年前 就送到了龙京之事 说到一脉 没点真本事 又怎能流转之计 通知镇龙殿庄 带我踏上地京之事 就是登文之事 是 好了 镇龙殿 不必成绩 我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已经调查清楚 说说 林家 虽是眼下第一世家 却也并非铁板的块 分支纵横 派系伶俐 尤其是在老家族并故 林小姐掌管整个林家后 更是到了不可调和的并 这么说 现在的林家 危机重重 不错 在林家人眼里 一个女人 没有资格掌管整个林家 一群目光短情之等 哈喽 林家二叔有一根正家联姻 将林小姐嫁给大公子郑少年 继而将林家彻底挂 愚蠢之急 林家若是支离破碎 各大顶级家族 还不把他们生生自权 林小姐也深至这一点 忽而急需寻找办员来破局 所以找我还赤刀战 破局我 这 就 你觉得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明白了 這早上我全都在出過 除心人這麼晚 Truk 就在他身上 說不定知道了先生的另一種身份 想我給你迫近成員呢 醫生你在哪 我寫冰島了 醫生我姐他怎麼樣了 大小姐腦累過度 細血功心所致 安心調養幾天即可 謝謝 怎麼樣 你怎麼看也是很小 你還真是卑鄙虛擬我卑鄙虛擬 難道不是 發布會上假模假樣把震狼成像 的在眾多記者和各大家族面前 刷頭的面子有好感 這些虛擬 對我沒有收起你去了 要不是你在暗中之上 西南三省各大家族 為何會在同一時間宣布和主家終止 就連銀行都要提前收回代表 主家太高了 先生要動你 何須這種手段 林家已經在做了 您說出 林家世代鎮庇一揮 這西南三省誰敢不從 夜城市啊 我有那麼一瞬間 因為你是靠自己的努力 若心難不盡 讓三省剩下什麼 哪怕最後大臉 會以為很鮮明 只是 我選擇那兒 他不是一時不足 一路深處 可真是一種 我錯了 大臭大臭 你到底想說什麼 林家 你才是你最後的一種 不是 是你不是對於褚子 怎麼來說真的這麼重要 才出現 你靠著我狗活了五年 後來又靠著他的寶 鎮壓了指證卷 現在又靠著林小姐 在法國會上 大出回頭 徐晨曉 你什麼時候 你什麼時候 能像真誠的男人一樣 靠自己的能力 跳起來 一夜仗 不見泰山 兩鬥三而不穩雷 只能靠可笑的推測 來安慰自己 你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 我家先生的身份 遠非你的顧料那般 發布會上的他 所展露的也只是冰山一角 夠了 一個只會靠女人狗活的男人 不必學 到這個時候 你還是不願意信我 我只相信我自己親眼看見 好 既然理解 你說 你的病已經無礙 至於楚家的境遇 我會找你 不用 楚家不會因為你 去見其他女兒子 別發誓大壽 明天晚上會在海上 黃宮舉行壽宴 我會去的 爺爺身體不好 我們離婚的時候 我還沒有告訴你 我不會接受他 你打算一直瞞下去 只終究是包不住 等爺爺身體好一些 我會找其他人告訴你 但 不是你 先生 您真的要出席 楚老爺子的壽宴 五年了 不管楚家人怎麼 你 楚爺爺對我一直是不記住 這次去 就當是做不了 紅之鎮龍殿 立刻去極力深處 去去北明學 我明日指示送我一程 先生 那個是千年的北明學生 能活死人肉白骨 增受十年而不老 事件僅此一出 多少人出千百億都求而過的 您知道 再恩情 你 你 今天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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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家 不不当觉 等我们楚家闪耀整个西南三省 这个叶晨潇也该入坠林郊 这说不好呀 他到时候过得连狗都不如 还得回来求救姐姐你呢 看了要做 只会让我顾家看见 叶晨潇 我一定会让你明白一个道理 靠人不如靠近 只有自己强大了 才会受到众人真正的敬意 先生 顾送北美雪镇的三千 你不叫大一只 什么下最多钱你不要借 是吧 记得要认识 你不会跟你们 我 你们好 您 我拿干 我拿块蛋糕过来 我 怎么这里 除了你以外 还有其他服务生吗 我也是来参加一位 兄弟 你也是来三家寿宴的 柳树 南省柳家敌张子 叶沈啸 不知道叶兄是哪家的弟子 又在哪高就呀 我就是普通人一个 至于工作 现在 暂时很明 兄弟 别开玩笑了 楚老爷自家的寿宴 西南三省非富其贵都不上见 叶沈啸 他不是楚家那个被扫地出门的坠序吗 哈哈 你真笑 他不是楚家那个被扫地出门的坠序吗 我还以为是哪个低道的富二代呢 没想到是个扫把星呀 这多晦气 笑什么笑 赔赏老子经济损失 你想让我怎么赔赏 人做态度不错 赔赏老子 给我画瓶鞋铁担定 你确定 当然 你要是经济铁担 本少爷赏你个保安的职 让你下班这一次 保安吗 还不错 但是你确定我 俩敢吗 放 假仗 你给你能提的 今天你 嗯 断你四肢让你下半辈子像狗一样 活着 像你这种别人一感废物 到底有什么资格能这种场合 哦 你又是 你又是站在哪个层次 高 断你 家父穿成手不断心承 怎么样 是不是怕了呀 怕了就赶紧给老子跪下添鞋 然后再让我把你四肢倒 啊 否则你也像柳伯远一样 再断我一次生 否则你也像柳伯远一样 再断我一次生 当然 收拾你一个被楚家撒在军名废里 没有了楚家庇护 你就是一条送家之群 想断你的生路 又何须柳伯夫的 你们可知 就近 也是在这个地 柳伯远和断心承笑 我这才给了柳断两家一条生命 柳家和断家都是一省首富 地位无上手眼通天 像你这种被扫地出门的坠絮 又何德何能 让他们给你下跪呢 在楚家老爷子寿宴上少爷群身 但如果是你这个被楚家撒 出门的废物 我相信楚小姐 应该很容易看到 小废物 我相信 当早被贝贝不可推行 经过后 柳断 出 哈哈哈哈 兄弟 你是不是还搞不清楚壮 现在你就是一条丧家权 而我柳家 怪子刚刚跟楚家达成了战略 加入了镇宁 现在我们 得到了西南王跟楚家两大家族的支持 怎么 楚家的资金 不少 感谢两位家主对楚家的大力支持 能参与这龙虫项目 是我们的荣幸 以后还望楚家多多照顾 二小姐 那位叶先生 是何德之子 一个靠女人狗猴的小白脸罢了 不值一提 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两位家主陪我去看看 是 你小子嘀咕什么呢 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依我看 不给他些教训 他怕是学不会什么是对强者的敦众 段星成的女儿是吧 我要是你的话 你就会管好自己的罪 你可口东西 你敢打我 臭小子 你打我女人你想死了 作为一个女人 口无遮拦 不识教育 呆 现在你现在就跪下来 这有些道歉 这样我拿着你四肢 找你让 创四肢 好 人好 来人 给我拿着他四肢 扔出去喂狗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你要断我四肢 我费你一条胳膊过分 我爸是贵神所扶 你敢动我我让你活不过今晚 哦 那我倒要看看你们里家 到底能不能让我活过今 叶石肖 叶石肖 大的胆子 敢在我爷爷的寿宴上闹上 到底把他老人家放不放在眼里 还不赶紧放人 叶石肖 吹放了我的儿子 我爸现在很好吃 你再动我再试试 好好啊 最强王者就是个废 这 我可是言而有情的人 昨天大闹发布会 今天大闹爷爷寿宴 叶晨肖 你是要和我储家不死不休吗 在你指责之前 是不是要搞清楚事情的来弄取来 不管什么原因 都不是你打伤柳少的理由 今日 黑王儿一堂胳膊 你的命我刘家收了 刘家 要我的命 不错 看来江景衡的亲往行动 还是有不少的漏谋之鱼啊 最该清楚的就是你 自从你离开楚江 激藏西南王的撑腰 对三省各大家族 激进打压 多少迷运忘足 惨遭毒手 今夜 就是你的死期 你就是一个构杖人士 是些凶残的货 你的命 我们要 要他的命 要他的命 叶晨肖 看到了 你的行为已经引起三十个大世家的公分 大家现在都想你死 事到如今你们还是没有看清楚 我的命 你们要不了 还不是仗着西南王 可我要告诉 你的隐隐 做什么 还是有 我知道 还有地金明家 你那个未过门的未婚妻 可就算是他 今天也无法保你 我的生死 何须他人来保 不要再装了 你的两大仪仗 今晚都将消失 面对三省各大家族的公分 我实在想不出 还有什么首额自保 楚心涵 你还真是愚蠢至极啊 敢骂我 经历过昨天 我本以为你的首领 没成想你 反而更加的变 我家里瞒送你 如果我是一介三人 是你眼中的废物 你觉得将近 不会对我攻击你家 你认为 阴下第一这么多人 会不允万里的跑过来求我 那是他们识人不明 被你坑龙管骗 你认为全天下所有的人 都跟你一样被闯着急 二小姐 寿宴马上开始 别再让个小子胡闹 免得打扰我除老爷子的兴致 今天是爷爷的寿宴 主家不想见醒 这样 你跪下来现在给柳少柯头认错 自断一闭 然后爬着从这里滚出去 我去放着一条心理 我是爷爷讲的 你还没有权利定我的距离 你真是找死 来人 给我打断他的四肢 扔出大厅 叶家的黑卡 我已经送给我物公司了 然后见到拿这张卡消费的人 定要顶合招待 不得出任何评 大小姐放心 我会公职站 健康如一亲 定会让姑爷 享受到最顶格的待遇 好 去吧 说到人 叶先生 你可一定要感受到我的诚意 你可不得是 说出 楚家老爷子 今天在海上同工举认八十七寿宴 他们做生意 只要他们给足钱 所以 跟你的未婚夫也在其中 好像 还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还真是个专情的奶 不过我都要看看 是谁敢动我 我出的反应这么大 看来你对你这位婚夫 是越来越发费了 我只是想让他看到我的诚意 叶沉香 远不知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这是临时的至尊黑卡 全球仅此一阵 你们确定要对我多少狗屁的 我在临时工作十几年 从来没见过什么至尊黑 会不会是因为你级别不够高 接触不到他的存在 行了不要再装 林大小姐只不过是跟你玩玩而已 什么魏风 她呀还不够赞 这随便给你一张什么地方的美容卡 你还真当真 人要贵有自知之明 你不过是只锦下狗活的烂蛤吗 怎么可能 吃得上像林小姐这样的天鹅肉呢 作为第一世间的掌舵人 林小姐想想什么样的男人会没有 会看上你一个主家七岁的废虎 叶山啸 你好好撒文章照着死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这张黑卡是假的 他大闹宴会现场 你们还不赶紧给我把他的四肢打断 他不是你扒着 让我住手 海上皇宫负责人 见过叶先生 见过叶先生 这张卡难道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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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得看仔细了 你被骗了 把嘴 经理了 他是被楚家赶出来废虎 王富贵得罪了您是最尊贵的客人 现在立刻收拾东西 混入海上黄沫 你们几个也没开错 现在去财务领工资 马上无贷 叶先生 这里人多操杂 还请您一步 至尊休息室 当初阿爷子寿宴开始 您再过来也不吃 你认不 大小姐交代 这卡只有一折 就在孤雁您的手 见卡能还亲你 还真是有心 那我先退下 叶先生 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我会建议去办 现在 你们相信这张卡 是真的 有什么好得意的 他还不是靠你们的庇护 谁的庇护也不行 伤我儿子小心三省名门失足 丁丁你闭嘴 你们在干什么 这个废物不仅大闹爷爷寿宴 还打伤了柳畅 叶丞香 今天是爷爷的寿宴 你非要像昨天一样大闹一场 才痛苦 我大闹 那倒不是吗 我本来以为你妹妹够愚蠢 没想到你们整个屠家 都愚蠢之急 够了 叶丞香 楚爺是什么样的人 你没有资格评价 你若念在爷爷对你的好 诚心贺首就不要闹事 否则 听你现在就离开 到了现在你还是有行进 有事要再次 你要我怎么信你 人的成见是一座大厦 既然你们不欢迎 那我走便是 麻烦你给楚爷爷说一声 我的贺颖稍合作 丁丁 你干什么去 来来来快到爷爷这来 爷爷 杨家慧 你这个女婿好大的架子呀 老爷子的寿承也敢来迟到 这是不把你 不把楚家放在眼里呀 嫂子 那小子什么样你还不清楚吗 老爷子受业 就不要提他 祝爷爷 来服辱东海受敌人生 好好好 待会儿啊 你陪爷爷 好好喝两杯 好 爷爷 他一个外人对他这么好干什么 他是你姐夫 楚家的女婿 何来问人一说 胡老爷 这是一颗东海夜明珠 晚上置你房间 照明可定 好好好 路家我破费了 不破费 我们柳家 还想给楚小姐 在镇龙城项目上 吃一口肉呢 镇龙城项 是啊爷爷 你还没有看新闻吗 昨天呀 西南王和我姐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将镇龙城项目让楚家开发了 价值 五百个 既然这是真正的 好呀好呀 这次我们楚家 终于可以站在 西南山省之边了 是啊 有了这五百个亿的合同 我们楚家的崛起将无人忍党 爷爷 如此一来呀 新闻就会成为沿下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 要说万人几样 伤战一路顺其万变 楚家军律到底 快走 你这孩子 也挺谦虚呀 这可是收起临门的大事情 只可惜呀 这家里 还养着一个废物了 我说欣然啊 五年了 这个废物一点长进都没 你如今一跃成为 言下炙手可热的女强人 他不但不能在事业上给你提供帮助 传出去的话 导致印象你的名声 他 他还是有优点的 优点 什么优点 刚一直趴在楚家吸血的马黄吗 欣然 当断则断 你赶紧跟他离婚 我再给你污涉歌更好 就是 这选男人呢 就跟投资一样 我发现投错了 就要果断的割舍 就像我们家新韵一样 当初认定了薛川是一个潜力股 果不其然 替镇龙殿 戍编三年 回来之后 就成了镇龙殿的小队长了 幸好提前得知了消息 做出了及时补救 要是再跟楚家为敌 雪川一旦回来 就是柳家灭门之日啊 他妈说的是 知道我说的是就好 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病 不要说当他这种店的小队长 哪怕是个这种店做饭的 老娘我都高看他一眼 叶晨夏叶晨夏 你不要怪唐姐我说话 这什么样的骨锤配什么样的骨 你这样的废物赖在新娘身边 只会影响的更低 你若是真心爱他的话 就趁早放手 让他有更好的东西 够了 吵吵嚷嚷的 这算什么 陈霄这孩子 我很满意 找婚 只要我一天没死 谁都变成你 爷爷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相信这种封建女性 你赌什么 陈霄这孩子 他是真炉之下 吵嚷嚷的将来 还要依靠他来帮衬 废物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么有本事 怎么可能这么多年的一天长进都没有 真炉也有被困的时候 再说了五年前 我们楚家 丁临倒闭 自作丑香 说了以后 楚家就蒸蒸日上了 以我老头子看 这都是他带来的 真龙气韵 什么真龙气韵啊 那都是靠欣然业业气韭 一点点打兵出来的 爷爷 你太偏袒这个废物了 你让欣然受尽了委屈 五百亿 能看一场楚家群磨乱吗 楚心人 除了好大的卡 七七五百 这鲜黄要是没有楚家养的你 我怕你五百块都拿出来了 钱对我来说 你这废物还挺能装的 会是 已经花别人的钱了 你什么呀 我 花他的钱 那楚心人有没有告诉楚家的每一个项 都有我在暗中帮助才能拿到 你还真是大言不惭 你该不会想说 這鎮榮店五百億的項目 我是愛你所賜的 不錯 夠了 這種自以為是的廢物 你還不離婚 沒有錯你啊 我 住嘴 我從事一次啊 在我沒死以前 這個婚 誰也別想離 今天是爺爺的生日 所有人都準備的 平時爺爺最疼你 你也應該有待遇過 還是說你兩手空 什麼都沒準備 爺爺的領悟自然 只不過是還在那 也很笑也很傻 我發現這些年 你被人生命長 這婚友人的狼狼 倒是登風造劫 爺爺的生日 向來都是不願意 你不提前準備 還當天去準備 這種婚友人的鬼話呀 你就只有這種廢物 能夠張卡住 葉承銷 我看你是沒有準備吧 還說什麼在路 是不是一會又要說 出了意外 你不見 我家欣然怎麼看上 你這麼個玩意兒 趕快就滾出去 想要繼續丟人血液嗎 媽 我跟他準備一份就夠了 好了 他倆又沒離婚 我看做一份禮物就行了 貴孫女血 你別生唐人氣 什麼禮物不禮物的 只要你能來 爺爺我就非常高興 爺爺 送禮物 一個人送跟兩個人送 當然不一樣了 爺爺 這是唐穎的絕技 像山河圖 是我在世界第一財賣上 太可惜 花費 唐大師啊 這可是您祖上的莫寶 你給品鉴一下 這 這這 這就是我祖上的真偈啊 啊 哈哈哈哈 你想到消失了百余年 終於又回到了我眼下 楚小姐 感謝你 讓老夫在有生之年 又見到了 我仙子的絕技啊 現在 我現在啊 現在 現在啊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斯 你知道爺爺喜歡唐鷹的名畫 特意獻上 你這丫頭 有心了 真的是有心了 爺爺 薛川隨後就到 他準備的禮物 更是價值連成 可別我都火銷商和圖呀 會中不知道多少倍 是嗎 楚大小姐出售真是擴拙啊 薛大人 更是一片赤誠之心啊 薛川大人 數鞭三年 尾七八尾這農業的小隊長 薛聚高位 卻無法出心 真是我等學習的楷模啊 爺爺 你說這一個人的禮物 和兩個人的禮物 真的沒有區別 真是怪我 這段時間一直在難過 智農成像的事 光了給他急 我的好妹妹 你都別替這個廢物招呼 他呀 就是個扶不上牆的難逆 老爺子啊 你可能不知道 他就是個神棍 用偷弄拐黑的手段 得到了新家王的敬重 對三省施加 極度打壓 我和他一眼小小摩擦 就被斷了一隻胳膊 柯國遠 誹毀葉先生 你柳家 想被除兵嗎 西南王 拜見 起來吧 你們兩個好大的膽子呀 昨天是葉先生仁慈 放了你們一條書 你們卻不知道悔改 還敢繼續停機 來人 通知下水 羽斷兩家 不遵先生 屢次挑釁 今夜 三省除名 慢著 西南王 今夜是我爺爺八十大壽 這樣大開殺機 怕是不懂嗎 是誰 楚心運 我老公 可這陣龍店的小瑞仔 你真的要為了這個廢物 能對整個陣龍店 夜神蕭 你快上洗腦了回去吧 陣龍店在眼下 那是無剩的存在 再這麼僵持下去 等修川姐夫來了 就再無生活的機會了 區區陣龍店想對戰 不足為 你能不能不要一席又是 面對陣龍店 林家和江寨 那也沒有勝算 我說過 我的勝算 無法相信 愣著幹什麼 我趕快按照夜先生的吩咐吧 今夜 虎家屬平 江景恒 我不知道你被這個廢物 灌了什麼命魂湯 讓你這麼死心塌地的 給他做事 可是 今天 薛山大人在 想跟我們柳家 還不夠資格 不要說是陣龍店的一個小隊長 就算是整個陣龍店 夜先生的戀情 這算得了什麼 看來 西南王被這個神棍洗腦極深 不過 我還是封勸你一句 實際上的 盡早一開 否則 江山大人一到 他的命難保不說 就讓你是江家 也要受到牽連 你 可保持 你 今夜 有家 在 生路 大家都是西南三省的明門世家 看在老朽的面子上 能不能不要再爭了 一生肖 今夜是爺爺受驗 你居然兩手碰碰而來 簡直是不知烈翅 他趕緊滾出去 誰 誰說我家先生沒有準備合理 今晚故作學生來吃 我開錢三十多吧 起來吧 買得住 這盒子 一看就是普通貨色 還沒能幫什麼好東西 那錢 你也太看得起他了 像他這樣的廢物呀 能買得起一千的 都已經是高看他了 怎麼這麼冷啊 該不會是錯覺吧 不是錯覺 這是北冥雪山散發出來的 北冥雪山 北冥雪山 傳聞中 這北冥雪山是生長在北極之地呀 坦見之志 假之 不可能用金錢衡量 前一段時間 北冥雪山 被神秘買家買走 足足花了二十億啊 爺爺 這卒是千年的北冥雪山 能將您身上的暗基全部消除 並且增加十年營收 也是我在吉利之間偶然發現 刻意采人性的 好啊 真好啊 這怎麼可能呢 他就是處在養一個廢物 怎麼得到這麼貴重的東西 什麼得到啊 我看啊 他不知道用什麼下三男的手段 從你已經給私家中騙出來的呢 那他就說得通了 畢竟看蒙拐片 這一株北冥雪山 是假的 老公 我可不斷來了 臨時有點事 耽搁了 還望 爺爺見諒 那裡話 壽業還沒正式開始 來得互安 南省首富 拜見薛山大人 拜見薛山大人 諸位 能來參加我爺爺的壽業 有心了 好女婿 你剛才說 這一株北冥雪山是假的呀 不錯 哈哈哈哈 原來是假的 哈哈哈哈 臣銷給我的禮物 怎麼可能是假的 爺爺 不要被他給騙了 北冥雪山 世上 極其寒天 而且 共生長在極寒之地 這個楚家的廢物墜蓄 估計 連去北京的路我都不知道吧 所以說哪人 就憑這個 就斷定北冥雪山是假的 會不會 太武斷了 我自由主張 你說 你是在北京之地 偶然發現北京雪山的 不錯 你什麼時候去的北京之地呢 五年前 騷 五年前 我帶戰龍店鎮守北極 凡是逛行人 都要進行登記 根本就沒有你這好人物 我進出北極 何心 好 很好 看來你的嘴不是一般的硬 你這株雪山 是今天送到雲城的 放肆 再敢對先生無理 娶你人頭 這個女人似曾相識 好像在那兒 有個一面之緣 罷了 既然他有 要打消他 夜晨霄 你的謊言還是被我揭穿了 今天 根本沒有從北極飛往雲城的航班 這就是你給爺爺送的禮物 這顆北京雪山 不是假的 事到如今 還在這狡辯 夜晨霄 你到底要幹什麼 今天是爺爺的八十大生 你居然送一出假雪山過來 他心情 怎麼這麼太多 夜平日理貸你不飽了 你勇氣 那姐夫證據確鑿 你讓我怎麼信你 好了 他也可能是被人騙了 爸 什麼被騙了呀 分明他就是想以假亂真 討您的歡心 正好呢 被我的好女婿給識破了 摻穿了他的謊言 夠了 我相信 陳霄 不會 拿假東西來騙我吧 爺爺 證據都擺在面前了 你怎麼還包庇這個廢物啊 就是 幸虧大姐夫發現的早 誰知道這雪山是用什麼做的 我愛吃壞爺生的怎麼辦 那髒東西 我們出家沒有你這樣的女婿 拿著你的破雪山 趕緊去出去 等等 等等 讓你死個明白 讓你見識一下 什麼才是真正的北冥雪山 這個是極品的迪斯南墨 但這個盒子就價值幾千萬了 聽到了嗎 這才是裝其爭一寶的標準 竟然又是一顆北冥雪山 這部會 就是上次20億天價拍賣下的那一幅吧 正是 精銀剔透 白如雙血 漂亮 簡直太漂亮 這個 才是真正的 百年北冥雪山 通脊結板 象徵圣神經 你這個廢物 連這個都不清楚 就該冒出 簡直可笑 哈哈哈哈哈哈 嘻嘻嘻嘻嘻 我嘻嘻嘻嘻 你讓我覺得可惜 再說 這顆北冥雪山 不是假的 夠了 是的 如今你還在狡辯 你能不能像個男人一樣 做了就是做了 大方確認就好了 就算我說一千遍一萬遍 這顆千年北冥雪山不是假的 你也不會心事 叶神笑 拿著你的假水你趕快滾 不好意思 我不是你 先生 沒事 跟這種愚蠢的人 沒有自己 你還真是大爺 那 要是我現在的 不直接講笑 簡非應該不會介意吧 地金林家大小姐 林若初 地金蔣家大小姐 蔣孟瑩 地金要王谷要王 孫一德 前來賀壽 林家 蔣家 孫誰 林家 掌控全球金融的蔣家 控制延下 生物製造和電子 孫神鷹 更是中一界的傳奇啊 這三家 竟然同時出現 真是給做了楚家的面子 那是給他們面子 他們此次前來 還不是存了發起我大姐夫的心思 二小姐所言其事 這 這竟然是北冥雪山 正是 這是我大姐夫花了二十一拍下來 送給爺爺的 可惜啊可惜 這只是 百年份的 功效 終究有限 如果是千億學生 那才是 無價之寶 千年的學生也有啊 那 就在這 只不過呀 剛剛不小心過我失敗了 孫神 你推我幹什麼 孫神你推我幹什麼 不用看了 那是假的北冥雪山 指不定有什麼樹的樹根冒充 胡說 這可是真正的千年北冥雪山 而且是最純重 最極貧的等級 嗯 孫神爺 你是不是看錯了 這怎麼可能是真的 他就是暑假的一個廢物 他怎麼可能有千年的北冥雪山呢 你至於我老頭子的觀念嗎 這只雪山少說 讓人增湊 二十年有餘 縱然將死之人一旦服用 也能將人 你仰王爺手裡搶回來 價值百億 不千億 就算是千億 也無法買到啊 可真正的北冥雪山是純白色的 他 他明明是土黃的呀 正是因為一天心經歷了風吹日曬 才使他顏色 再給我換 這顆人生便會開啟 也就是真的 這位小友說的不錯 就這樣 被你們糟蹋了 簡直就是冒全憔悟 可能 這不是真的 這肯定不是真的 既然是真的 你為何不說你啊 初心啊 到這個時候了 你不進行自我反省 還把責任往我身上斷 質疑的是你們 不信的是你 毀掉這顆北冥雪山的還是你們 到後來 你把責任推到我頭上 葉晨孝 你到底是不是個男人 讓你擔責又能怎樣 你又是個什麼東西 受活土而不失 小十五年的震龍大天師 更是肇告殿政 十一城 他將再次回歸 到時候 震龍殿 將是世上最強的存在 可惜震龍殿 除了你這樣的助手 大膽 你敢辱我 五年前 震龍殿震龍脈於外地 傷八百亡以天 你的手上可散敵人之虛 你 你怎麼知道 震龍殿數 定龍脈炎下了 馬克古是真心事 血果中魂 和和山 你是震龍大天師 你說這個廢物 是震龍大天師 這不可能 開什麼玩笑 他怎麼可能是震龍大天師 說我想多了 你知不知道 冒充震龍殿的人 該當何罪 知道 既然知道 那就等著被送震龍殿 哈哈哈哈 昨天 把三大同領 送到震龍殿 沒想到 自己也有這一天 而且 這一天來得很快 天地循環 報應不爽 終於 這一天還是來了 師父 你和大姐不道歉 真的放你了 不用 我請 濫用職權 囂張打 你在這兩邊 要受到何等 懲罰 我的懲罰 還輪不到你這個廢物草 叶神霄 怕是瘋了吧 玉川大人 在震龍殿 也是中間的主在 我大天師 誰能動打 玉川大人 比震龍殿 你以為震龍殿的高層 不跟一個廢物一樣 什麼 睜開你的狗眼看看 我是誰 你 你是 卑職参見大統領 你讓母親來 我有情生故意的人 難道 你真的是震龍大天師 大 大天師的身份 洗狗你隨便置疑 果然 果然跟我所聊不成 我的未婚夫 還真是個蓋世大英子 震龍大天師 先生 薛川要如何發怒 交恨罰惡 爛幼之情 念在岩下震龍一戰他有 送去震龍 跟那三個大同女作伴了 是 我的女婿 你快闖救他呀 這可怕不怕不怕 誰啊 我妹夫就聽你的話了 你忘記不久就行啊 哎呀 那這龍魚 那是人帶的地方呀 小燃你可不能見死不救啊 爺爺 我還有事情先走一路 北明血深被毀 我會讓人再給你 嘗一份其他禮物 這怎麼辦 欣然 你和陳香 是不是有什麼事瞞著我呀 爺爺 我和葉子妃 已經離婚了 什麼 你 你和兩個離婚了 你這孩子啊 糊塗 真糊塗啊 可這五年 他在我們處見一無是處 我只是不希望 他成為我成功路上的絆腳石 胡鬧 簡直就是胡鬧 你當年 救他回來 你可知我為何又 被你和他成親嗎 我曾跟高人 學過 無相之術 我從他的面相已經看出 他只是 龍困潜燈 一帶一苦 便會龍臨九州 有了他在 我們處家 就可以一事無憂 事實證明 我這補相是沒錯的 陳香入罪處家以後 處世的發展 就一發不可收拾 這次 震動城項目的簽約 處家 終於有了 站在西南之巅的機會呀 謝爺 罷了罷了 十命 你和陳香離婚 處家的神龍契約 就散了 馬上通知下去 震動城項目停止 項目收縮 資金回龍 接下來 處家 就要靠自己了 爹爺 你照做 屬心人不能聰明 震動城項目 是我的心血 請您相信我 即使沒有別人的幫助 我也一定把它做好 是啊 老爺子 不必擔心 有三省首富 不必支持 震動城項目 就不費爛圍啊 世間本無事 勇然自扰之 不管什麼局面 只要我們聯合起來 容易有 你們是不是忘了 西南王 曾經說過什麼 斷流兩家 經驗除名 什麼 老爺子 處小姐 我有要事要處理 先走一步了 老爺子 我也先走一步 你們 今夜過後 一男三省首富 將 將 再次一逐 爺爺 我馬上通知收縮業務 回老資本 梁志玲 什麼事 解決函 他那是貢獲上 也發來的催款函 要是再想不到 這些辦法的話 我們公司 將會徹底破產 難道這五年 難道這五年 只能是因為 葉承銷 他的真龍契約 逼我還會出家 跟我的實力和努力 一點關係都沒有 真龍契約 確定出家 難逃 敗亡啊 葉先生來的時間 剛剛好啊 準時一向是我最大的 沒想到我的未婚夫 不僅是蛇刀人 還是鎮龍店的大天使 蛇刀人也好 大天使命大 不過是一個事 林小姐不用操作 我要你陪我去一趟地經 帶老公司 當眾宣布沒關係 爺爺的意思 自主的關係 這一趟可一點都不輕鬆 不僅要面對林家人內部的抵制 還要直面正大公主的挑戰 你說我要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出行 會不會很好玩 好 要是你能以普通人的身份打通關 那你便是眼下第一龍序了 第一龍序嗎 貌似 我很期待 現在一會兒 我想你也會不會說 在這裡 爺爺的身份出動 都可以嚇到